歡迎來到第二十二屆金種子影展塗鴉的Podcast訪談 我是主持人小玩 我們今天邀請到劇組SANITA 請三位幫我做個簡單的自我介紹 我是這支的導演我叫黃毅玲 她是這支片的集團我叫阿瑋 我是這支片的製片蘇雪瑩 然後我是這支片的美術 我第一個問題想問導演 就是怎麼會想寫英文劇本 音錯揚插 就是單純就只是 蹦出畫面然後覺得好像還不錯 然後那時候因為距離提案已經快來不及了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這個題材好像還可以 然後就把他寫寫寫寫寫寫 然後就意外的有提案成功 然後呢但是又不想要辜負大家對於這個劇本 有一個美國瞎像的樣子 所以就硬著頭皮拍下去了 沒錯 所以就是時間設定在聖誕節也是因為 那個畫面中直接帶給你的一個感受嗎 對它就是那時候我腦袋的畫面就是 因為那時候老師跟我們講的主題是秘密 然後呢我那時候就想 喔剛剛他還沒有講話 齁完全想不到要弄什麼 然後那時候好像就在刷牙吧 然後刷刷刷刷 然後就突然跑出一個 一個內容就是 父母會用一些很美好的東西包裝他 但是他對於就是 他不是真實 就像小時候會有說什麼牙仙子啊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虎姑婆啊之類的 然後包括聖誕老人也是 就是給小孩一個美好的童年嘛 但是呢 對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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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是 父母對小孩隱藏的一個秘密 但是這些其實嚴格來說 這些都是所謂善意的謊言 對 那在拍攝的過程中 有沒有遇到什麼困難的事 然後如何解決 困難的事多的要多的多的事啊 我們這個這個景 完全找不到就是可以有可塑 可可可 可去塑造成美國那種感覺 對 要嘛就是有個有個像的 但是他不見 要嘛就是似不像 要花很多力氣去改 所以我們就直接找了一個 找了一個 完全不像 但是他是學校的空間 然後後面又有很多東西可以拿的一個地方 對 我們就把一些去外面租房子的成本啊 然後還有搬運程設 搬運器材的這些油資的預算 全部都壓在美術上面這樣 然後去蓋 再繼續搭一個美式2000年建築這樣子 那在現場沒有什麼印象深刻的突發狀況 太多了 我倒地吧 發生什麼事 不是不是我先 是演員先 好像 因為十三樓真的環境有點悶 然後那時候我也不知道說他沒有吃到早餐這件事情 對 好像我不知道為什麼他不吃早餐 對 這個這個這個我們也不知道 然後但是他拍一拍拍一拍 然後就突然 我們好像才拍到第三顆 他就突然昏倒 對 然後那時候我們也還蠻慌張的 因為這是我第一次當導演 然後我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對我之前拍片沒有遇過這種狀況 然後那時候就好 因為爸爸也在場 爸爸也有來拍 然後就趕快請爸爸 因為爸爸比較懂他 我們中間有問他一些需求上 就是有沒有需要喝水 有沒有需要休息 他都說不用 但是有時候爸爸一問他的時候 他就會好 對所以那時候比較需要 爸爸去照顧他 然後後來狀態又有恢復 他也蠻敬業的 所以我有嚇到 對然後再來就是我昏倒 他倒完就換我倒了 然後我直接被扛去義大醫院 然後就打了點滴這樣子 然後你說 那剛剛有聽到導演是第一次 對 想問有什麼經驗分享嗎 沒有啊很菜啊 我們甚至還沒有拍完 我們還在瘋狂補拍 對所以經驗喔 大概就是不要寫 不要寫跟現在不同時空的 不能吧 對 然後 然後 玩寫很好玩 但是清起來很累 太麻煩了 對 美術很有感 對 那想問美術 因為你們有說到 就是場景是自己搭建的 那在設計方面 跟任何美術的承設 就是有什麼設計 有什麼設計嗎 就是那個時候 其實導演他很喜歡 像是怪奇物語那一類風格 走開 然後 然後就是 所以我們就 一開始是從那個地方 開始下手去找 然後 再來就開始去 延伸 那2000年前的美式家庭 大家會長什麼樣子 但是導演他又很喜歡 很喜歡秘魯 然後 所以我們又要再去看 喔我們生了一個秘魯 超漂亮的 喔 所以我們又要再去找 有什麼reference 裡面有 有秘魯的這種東西 對 那美術就是這樣 整個做完之後 我覺得哪裡可以再做得更好 牆壁銜接吧 我覺得 其實要仔細講真的蠻多 雖然 目前我們看起來 鏡頭是拍不到那些瑕疵 就是有 唯獨有一些 拍出來 像是 像是我們有 一面牆他們是貼了綠色的壁紙 但是 皺巴巴的 因為我們一開始貼的時候 它其實是平的 但是不知道為什麼到隔天拍的時候 它越來越皺 它真的是越來越皺 然後 然後它調皮的點是什麼 我們昨天去看的時候 它又是平的 對 它就是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是有時候很皺 有時候很平 要拍攝的時候就特別不乖 對 但是它就是那時候很皺的話 在相機上面就看得超級無敵明顯 光一打下去就整個超皺的 然後 還有什麼要調的大概就是 我們那時候在 思考 要怎麼去處理天花板這件事情 我們弄了很久 就是因為 攝影他們會想要有斜的那種 方式去拍攝 但是 可能 但是 但是我們天花板就是 長得超不像美式家庭 所以 我們用了很多方式 像是 把牛皮紙貼在那個鋁條上啊 然後 塗白色的漆 然後或者是用木板蓋在上面 但是這些最後都 有點太不實際了 所以 我們就直接放棄 然後叫攝影看能不能 用其他的方式去 避掉天花板 對我們就原本 蠻多這種鏡頭的 微幅的那種鏡頭 然後我們就把它改成 往下 扣下 對 沒有微幅啦 超級幅 那想問就是製片 因為剛剛有說到就是 在美術方面就是有很多大鏡 那在預算方面有遇到什麼問題嗎 美術的預算一直拉高 不停的拉高 現在已經爆太多了 確實爆很多 可是我們 跟我們一開始最 開始預估的 超出一倍 一倍以上 原本是 六千嗎 六千啊 現在不只啊 現在已經上升到了 一萬左右 有 可是我們 我們有 金錢調度 就是我們有的地方 有的 預算有 有拉過去 對 我覺得可以 我們可以提及一下 我們演員 就是 他沒有跟我們收錢 那時候我們在談酬勞的時候 他說他不收我們學生的錢 然後那時候就 天 天啊 這太好了吧 但是我們後來還是有送禮物 對我們送了酒給爸爸 對 我覺得我們在拍攝過程中 遇到超級超級多貴人 像是美書那邊 我們 我們也是有 遇到有一個 剛好工廠要收掉的一個阿伯 然後呢 那邊他就說 那邊木材都可以給我們免費用 然後呢 其他的那些工具 也是可以給我們免費用 然後我們那時候就是想說 那我們就去那邊 然後開始做 結果 他幫我們 就是 需要操作機器的部分 阿伯都幫我們做完了 甚至是 我們先離開 然後他隔一天 再去幫我們做那個門 我們再去取那個門 對 因為我們有一個場景 是 把那個 爸爸要砍門 然後 但是我們怕 我們需要塞很多遍 所以我們要 同時做了三個一模一樣的門 然後我們就有先設計好門 然後拿給那個 我們都叫他木頭叔叔 對木頭叔叔 我們都拿給他 然後他就是 就是我們有什麼要求他都能 就是幫我們 完整的把它全部都做出來 然後而且還是很欣然接受 我覺得真的他人很好 對 祝他 未來 未來 那個事事順行 長命百歲 對 然後還有問題 現在有說就是 是英文劇本 然後我在想在演員方面 應該比較難選 那 當初在找演員的時候 是怎麼找到的 他是我們隔壁高中的老師 就是剛好我們的自信助理 遇到他 就是問他 可不可以幫我們去演 就是他也很快 就是答應我們去演 就是 可能遇到的問題就是 我們在網上發很多 就是正演員的 他們很多都不願意去 去演這樣子 收到超級多台灣人 都沒有在看 對 全部回復我信息的 全部是台灣人 一開始 然後我當時說 為什麼台灣人 明明我們 東西全部做英文的時候 但是回復我信息的 全部是台灣人 對 然後我對那個吉祥物有點好奇 導演是帶著他拍片嗎 沒有我們在 我們在橙色的時候帶著他 然後拍片的時候 他就是橙色之移 道具 這是我小時候的玩具 但是大家百般嫌棄 攝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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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攝影不在 他不在 然後導演剛剛有在前面擺了這些 導演要介紹一下嗎 好 大家好 這個我們呢 就是導演這邊有一個文創品牌 叫做卡卡view CACABiu 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搜尋我們的 Instagram CACABiu 不好意思對錯機了 有點 有點不會抓那個機位 然後呢 我們這邊目前啊 有一個是我們還沒有上架的 是我們的貼紙 你看 我們這邊有多款的貼紙 像是我們這個 我們主打這個小鬼 我們就有這個 然後花花 然後 去哪裡了 可以罵髒話嗎 這個會消音嗎 幹什麼 不好意思好像沒有帶到 沒有關係 然後呢 可以特別說一下 這個是我們的 那個 外星人抓走小鬼 那這款有什麼特別的呢 有沒有發現它跟我身上這個 這件衣服的圖案是一樣的 沒錯 它是衣服 它有出衣服 這件的價格是980 我們現在是預購 所以有興趣的話 可以私訊我們的Instagram 這樣子 對這個 然後我們因為 現在年輕人特別喜歡 那種有字的貼紙 所以要為了配合 配合潮流 然後你看 這個 應該超過一半以上的年輕人 都需要這一張 暈覽 然後這個就是非常符合 老闆我自己 辣妹 對 在這邊 就不獻上那個誠意了 然後這個是 我覺得拍片人都需要一個 懷彩不遇互助協會這張 對 再來是 因為本身還蠻喜歡講笑話的 但收到回饋通常都是 不好笑 對 好 差不多差不多 然後呢我們還有我們的 壓克力吊飾 這邊總共有三款 其實剛剛貼紙面 裡面應該要有這三款的樣子 對 來幫我特寫一下 你看三款 好可愛 而且我們的特色是什麼 我們每一隻小鬼 它都有異色筒 有注意到嗎 這個是黑色跟 對 這是灰色跟白色的 然後這個雨傘 它是橘色跟藍色 超級可愛 這個賣的超級超級好的 然後呢 這個呢就是我們的小丑 它是黑色跟白色 但是你有發現到它眼睛這邊還有做一個特別的那種小丑的那種設計 對 這款是我當初畫的第一款 可以說是 恩 叫什麼 元老吉 元老吉 再來就是我們這個打火機影視器出屏 它上面是寫製片廠 但是有沒有發現它注音這個 伊安煙有特別用紅色注記 對沒錯 為什麼 因為影視器就是一個製煙廠 雖然我自己本身是不會 我自己本身不是一個製煙機 對 再來 很特別的這個就是我們的杯套 我們現在提倡環保 大家現在應該那個手搖人手一杯 大家最喜歡喝一號對不對 像我們有時候拍片的時候啊 就是片廠會很多人來探班 然後飲料都喝不完 然後我們這時候就需要一個杯套 而且飲料通常都是三四杯以上 所以我們可能就需要三四個杯套 那沒關係如果你同時需要購買這麼多的話 老闆這邊願意給優惠 對 然後你看它就是一個這種 然後有個非常可愛瓶蓋造型的鬼鬼 後面這邊的話也可以放我們的吸管 對 包裝也是很可愛的老闆 老闆精心包裝的 對有興趣就可以 私訊我們的卡卡view Instagram這樣子 喔有點在吹一場喔 四五十喔 好好好收到 這邊還有幾款衣服沒有帶來 都可以去我們的那個 那個IG上面看 好好謝謝工商時間結束 好那我們就謝謝我們的生產居住 謝謝 謝謝 掰掰 阿葵 阿葵 說掰掰 阿葵